為了福祉奸進大藥 我是民幻公司總經理吳清玉 那接下來我們來為大家做公司的簡介 那以下簡報內容把六個綱要 一 公司概況 那麼民幻公司 設立於1986年2月 目前十收支本額是三億五千萬 那目前的員工人數含公司是815人 公司主要的產品是各種運動休閒機能性服飾 包含長短褲上衣套裝 公司嚴格 那民幻公司於1986年成立以後 公司於1998年轉投資馬來西亞船 並行引進電腦打板 馬克系統 乘以打板全面電腦化 並行獲得世界知名品牌 Adidas 品質認證 那麼 2000年成功開發燃電生產區點 那在2002年 獲得 美國知名品牌 Ribout 和Foodjo 品質認證通過 那2005年 取得歐洲 知名品牌 成立的大量訂單 那就是我們主力客人 Sport Direct 旗下的一些 代理品牌 那麼 2007年我們設立了 一個子公司是 Cartex 那Cartex純粹是一個投資公司 那定期我們成立的越南廠 也 在寮國 成功開發了這個 生存據點 那麼 2011年 我們收購了馬來西亞廠 其餘51%的股權 2011年 8月經管會 核准服票公開發行 9月於貴馬中心 新貴掛牌 經營裡面 那民望公司的經營裡面 一 穩健經營 那民望公司 專職本業 慎選客戶 分散客源 產品多元化 創新價值 那麼我們配合市場的流行趨勢 結合產業供應鏈 透過客戶 為客戶創造更多價錢來爭取客戶 共享成果 那麼公司貫徹 創造利潤分享員工 誠信護衛 公司秉持 承信的原則 在產銷供應鏈 創造雙贏 為公司業績 成長 奠定利基 集團架構 此為公司目前的 集團架構 那 民望公司 有一個 Cartex Cartex 這個是剛剛有報告過 這是 民望公司 單純的一個 投資公司 那民望公司目前有越南跟 馬來西亞兩個子公司 生產基地 民望有馬來西亞越南兩個子公司 那主要生產的是 美縣中高價位的 訂單 另外我們有緬甸 遼國 中國三個代工廠 那麼 緬甸 遼國呢 為民望長期的配合代工廠 主要是生產歐線 量大 平價的訂單 那中國呢 中國廠 主要是生產 戶外機能性的服飾 那麼這 五個廠裡面呢 我們有 我們的馬來越南 以及 大陸代工廠 都經過 生產美線品牌所需要的 WAP認證 那各廠的 特性 馬來西亞 因為它 成立比較久 那工廠技術純熟 適合生產 少樣多量的 這種訂單 那正名之物 都有錯 那越南呢 是生產中高檔的這個 認知的 很服飾 包括 坡肉餐 短褲 長褲 外套 統統有 那麼 緬甸呢 它是我們 最大的一個生產基地 那因為它取決 勞動力充足 工資又低了 所以 緬甸 跟遼國 那麼 是我們 歐縣的主義的一個生產基地 也是目前我們 生產量最大的一個工廠 那遼國呢 因為它對歐盟呢 有零關稅的優惠 所以 也在 我們的歐洲縣的一些 長冷庫 也是大量在 遼國這個工廠來生產 那麼中國呢 因為 工資 水平比較高 那民工數值相對比較高 那就我們用它來生產主要的一些 戶外機能性的一些服飾 那麼 民望這五個工廠呢 依目前 現有的產能呢 足以應用目前訂單的需求 而且我們各地都有長期的配合來工廠 所以 產能方面我們可以適時增加 讓我們來看 業務概覽 本公司銷售的區域為歐美兩大洲 那歐洲銷售對象 就是英國第一大運動用品 運動用品品牌零售商 Sport Direct 那最主要是銷售那些 量大評價的訂單 那每週銷售對象有 Gear Boost Moming Comfort It's all visual Squay 等等 產品介紹 那民望公司是 是以短步 起家的 那 贊助了先進很多 之前大概知道就是說 恰合恰美 那民望公司是從 生產運動短褲起家 那就是早期的沙灘褲屬於名創 還有衝浪褲 那慢慢隨著運動空氣的流行 增加了夾克的生產線 在跟著時代的操練 運動休閒服到休閒服 進一步到機能性的服飾 那我們期望多運的多運化的產品 可以提供客戶所有需求 並提供完整的 代工品牌 那民望公司 主要的 歐洲主要的代工品牌有 Carrie Mall Longstair Umbro Occident Shield 等等 那這裡面 有很多都沒有 在這個上面 那麼美洲主要的合作品牌有 Under Armour Mam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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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名 等 那麼 Mamour 是以銷售女性漫保服飾 機能性內 文明的 然後慢慢 發展到現在的機能性的一些 漫保裝 Mamour 是 銷售高級戶外的機能性服飾 包括那些防風夾客 騎士排汗的 Tool 這些 這些夾客 那麼 Under Armour 它是目前美國最熱門的一些 運動修行品牌 那我想 我想這個 有在看棒球的 或是 大概都很多常常會看到這個 Under Armour 這個 Logo 那麼 歐洲線 來講的話 Longstair 它是以群集 用品起家發展到修行 運動的服飾品牌 還有這個Kerry Mall 主要是以銷售 戶外機能性服飾 為主 那另外 公司有 這個上面有的 有一個叫 Armour 那我想 大家有看這個 歐洲 歐洲杯竹竹賽 大概都會看到這個 這個 他的 竹竹裝 這也是我們在生產的一個 相片 市場概況 那麼因應西方國家減少國內生產 成一支生產製造 將生產移力轉移到 亞洲低成本的一些國家的一個趨勢 那麼全球 仿製及成一支貿易金額預期將中年成長 那麼一步到2020年 全球成一貿易金額為 6500億美元 2010年 至2020年 成一貿易之年複合成長率為 5.20% 那麼根據 專家的研究分析 這個成一產業雖然 已經成熟 但每年都有一定的一個成長率 那規估 到2020年 成一貿易之年複合成長率 就是剛剛我挖掛的 有5.4% 另外 根據這個 根據這個加世代統計 那麼全球運動服飾產業規模 比2010年 為576億 那麼 2004年到 2010年 免產規模 將增長9% 並預估 運動服飾 產業規模 至2016年 將 達到648億美元 較 2010年 成長13% 那其中 機能性腹外服飾 及 與機能性運動服飾 自2016年 將分別達到 26.8億 億美元 及 79.5億美元 較2010年 市場規模 成長22% 18% 那明王公司 所生產的產品 化足 以上三大類 那 由上述 並表預估 顯現 服裝 產業 能有很大的一個發展空間 那麼 帶下來 運動服飾 市場區域比重 運動服飾產品最終需求 會與國家的國民所得 以及 運動休閒產業 具高度 相關性 先進國家 歐美日市場占 市場這個份量達 八成以上 那這個也就是目前 明王 銷售的主義市場 競爭優勢 競爭優勢 業務 那明王呢 採取國際分工整合 由台灣接單 全球採購 到海外生產 提供完整的產業鏈 創造競爭 競爭力 在行銷方面呢 以行銷為 進行導向 順應市場潮流 主動為客戶開花 新產業 那 很多的這個款式 現在 剛剛 這個 在我們的 檢報裡面有寫的就是說 我們希望從 OEM轉型到 ODM 所以 在這方面來講的話 我們也 在進行一個努力 那麼 業務方面 我們的業務呢 高度準確的報價模式呢 迅速配合客戶的一個打樣 那 在成一業裡面很多 到目前為止 很多的業務報價呢 都需要靠 C業D來排版 才能夠去 就是 提供客戶一個價錢 那明王的業務呢 我們基本上可以看 說不是 就是客戶把他的資料給我們 那我們可以在 很短的時間內 精算出 用馬量 那跟C業D 來講是 基本上是 不相上限 那這 這也就是我們能夠緊緊抓住客戶 也因為 我們可以在 最快最短 時間內 把這個 資訊也 PASS給客戶 讓客戶知道 他所 設計的一個款式 廠商的一個報價大概是多少錢 那再來 就是 我們正對客戶 多變化的訂單需求 提供完整的服務 能夠獲得 客戶的信任 客戶建立良好的關係 那在這方面來講的話就是說 我們的打漾 各方面 都是非常 一級的快速 除了報價 以外 那這個整個在一個 整個供應鏈上面來講的話 我們就是 應該講就是 比較 就是快 又準 採購 採購 那民望公司有效連結運作供應鏈 掌握原料特性 供應 零活快速 策略性採購 以降 以降低 成本波動過大 創造雙贏局面 製造 民望公司 的產品 多元化 因為多樣化的產品製造能力 以及 產品品質穩定的生產控管能力 彈性 調配產能 應用不同客戶的生產周期 嚴格控管 交期配合客戶上架時間 上架的那個檔期 那這也就是 我們在客戶的一個 生意的一個 交往的過程中 那這個就是我們給客戶最大的一個保證 就是 你只要把這個訂單交到 民望公司的手上 那我們也想盡辦法 在最快的時間 把你所要的東西 收到你的倉庫 這就是 這幾年來 我們民望公司之所以能夠業績成長的 最大的一個原因 經營時機 那上述表列呢 這是目前 近幾年來 民望公司的一個 營業收入 那99年 民望公司的營業收入 是 16.5億 100年度呢 我們是18.1億 那到了 101年 上半年度呢 我們的 營業收入是9.4億 那 剛剛 初副總也 報告過 就是說 民望公司實際上到3Q為止 我們的 營業收入是 15億 合併營業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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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億 年度合併 經濟 EPS 那麼 民望公司 99年度的 EPS 是 8,400萬 那100年度呢 我們是 1.7億 那 101年 上半年度 我們是 2.1億 那到了3Q呢 現在 讀計出來的是 3.37 那 銷售區域比重 民望公司 銷售區域主要為 歐美地區 銷售的比重呢 大概就是 6.4 未來展望 由 OEM廠 提升為 ODM廠 民望公司呢 我們已經 增盛開發 設計部門 那麼提升 設計行銷能力 希望直接 借與客戶的 設計部門合作 如 最貼近市場的客戶 加上 民望隊 成衣製造的 一個專業 合力加強 研發設計能力 相補相成 達到 最大的一個效益 2. 製設 緬甸廠 拓展美線市場 那麼 由於 近年來 緬甸 民主化的發展 受到 歐美國家的認同 逐步取消 對其制裁 以限制 藉以 並藉由 我們與緬甸多年的合作經驗 公司正研究規劃設 進一步拓展產能 以因應未來美縣市場的一個需要 開發中國市場 那 民望公司透過自由品牌 發展策略 於大陸透過失職關係交易者洽明之勢 自行生產並銷售 以利 擴展中國內需市場 未來品牌銷售將不僅限於中國大陸 東南亞和台灣市場 亦為 發展重點 以集中生產 各地分銷的經營模式 深耕品牌市場 未來展望 在東西國家中 緬甸為人工薪資較低之國家 相較其他 成一生產主力國家的薪資 極速上揚 於緬甸設廠 較具生產 成本優勢 民主改革 緬甸 新任總統 推動民主改革 開放經濟 受歐美國家認同 逐步取消對 緬甸之各項貿易市場 那本公司 預計 在緬甸設立自由廠房 那現在我們等待的就是 這個緬甸他對外資的一個投資法 那 我們設這個廠最主要的問題是 我們建立一個標準廠房 然後 來 主供 那個歐美 那個評價的一些市場 那我們也這個廠我們也會去 申請那個WARC的認證 那就是因為 每線的一些訂單 只要有品牌的 他基本上對 工廠 都需要一個WARC認證 認證 展望 那我們根據多年的OEM的經驗 其實對各品牌的了解 能有效展望 掌握 這個市場的一個趨勢 那我們也已經跳脫 被動的來料加工模式 我們主動提供原料 環式設計 和 分享市場 這個是 我們跟客戶的一個互動 那我們 我們也主動 開發產品的樣式提供客戶多元化的選擇 那這方面呢 這個我們的自己 我們最 最久的一個工廠的馬來西亞 現在是擔任的這個角色 展望3 我們透過 恰明南京市經營經驗 那麼開發中華的內需市場 那等到南京市場 有效開發中國市場後 公司會考慮併購 開公司 使民望10頁 代工版圖延伸到中國市場 展望4 民望公司授權 恰明南京開發設計之 及生產之自由品牌 哈克斯產品的主工的 產品類別 是高檔的防水 透氣之經營 是 那我們目前 是由中國的二線城市 展店 然後再回攻 主線 主要的一級 城市是銷售模式 那麼未來呢 會逐步發展 臺灣去東南京 消貨集中 民望公司 這銷售政策是以訂單穩定 量大 是毛利較高 這客戶為 重點銷售對象 因此 銷售較為集中 近年來 積極進行 風險分散 開破 美洲市場 增加銷售總額度 以降低單一客戶 銷售比重 那麼目前 在這方面來講的話 近期我們有開發一些 德國客人跟澳洲客人 那因為是 剛開始 所以這個銷售基本上 不會很大 不是很明顯 但是我們已經朝這個方向 去進行 原料價格或變動 那表列是 表列是 我們 原物料銷售的成本 佔營收的一個比重 那麼公司呢 原物料佔成本的比重呢 大概都是 不到六成 那麼公司主要供應廠 我們以供應 主要的供應廠商 在座有很多供應廠商 我們大概都已經合作了很多年了 那麼公司的廠商隨時會他會提供這個價格 波動的訊息給我們 來以環運 以讓我們的業務呢 環運在報價上變 那業務在接到訂單後呢 我們就及時採購 把原物料 降格變動的風險 降到最低 匯率 變動 本公司以外銷歐美 品牌業 者為主 那報價我們是營運經濟家 所以在這方面 99年我們的 兌換損益營業收入比例呢 是滿二十 0.6% 一百年度是正的 0.88% 一百零一年是 上半年度是 負的0.15% 那根據 這些 公司呢 派有專員來隨時注意這個 匯率的一個變化 訊息 我們要儘量降低 匯率波動對公司獲利的影響 那再者就是 公司的一個 海外原物料的採購 及公交支付 也在 這個資能幣型比率上 達到五成以上 所以這個美金 對公司 這個匯率的一個影響來講 或是沒有但是 已經達到五成以上 那麼以上是 我的 簡報 看簡報 結束 謝謝各位 多資先進 謝謝 謝謝李總經理 問題與解答 現在是Q&A問題解答時間 各位貴賓 對於公司有任何疑問 都歡迎提出來 明望實業的經營團隊 將會為您做詳細說明 各位可將您 偕老的提問單 交給我們在場的工作人員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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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